音乐 各位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伺服器建制与管理里面的Secure Linux跟Firewall 我们来看一下在 Centos里面它的这个 安全度呢除了一般的这个存取权限之外 还有个是Secure Linux的部分 那Secure Linux基本上它决定在几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它有这个主体 那它要针对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再搭配它的策略 它的政策是什么 所以它形成一个这个所谓的安全本文 Security Context 好那这里面包含几个 部分了一个就是 身份识别 它的这个 身份登录身份是使用者或超级使用者 或者是系统上的process 有这些身份 然后它的角色是什么 今天 一样是使用者 可是呢我现在有可能是具有超级使用者的这个权限 那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再来它的类型 这是 Secure Linux比较重要的部分 再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 这边有个表 上面有列势 身份的部分它有是root 那这个是系统的使用者 就是我们的 系统 作为系统在run的时候的这个process 或者是你使用者登录 或者使用者去建立 档案或下载 所形成的使用者的权限 然后它的角色 有这些 这些 然后对应到的这个 目的目标的这个 意义是什么 这个代表说 当我的root 身份是root的时候 角色是system 然后它代表的意思是说 供 这个root账号呢 登录可以取得的权限 那如果是第2个system 然后 这个角色也是system 的时候 那它代表它是系统账号 那 不是交谈的系统运作 的这个 程序 那如果是user的话 那角色如果是system 代表说一般 使用者登录可以去处理的这个 程序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ocess 它的这个 domain跟这个 目标档案支援的这个 type之间的关系 触发一个可以执行的这个 档案你去执行它 那你必须要针对这个档案呢 它具有这个httpd zqt 这样的一个类型 假设 假设我们是用http去执行它的话 好那 这个档案呢它是httpd 好那这类型的档案呢它可以 这个 组程序呢好主体程序是 具有httpd的这个domain 然后呢透过这些对对应的规则呢好我们可以去存取它的这个 然后档案的支援 好那 因为呢httpd Domain呢它 被设定成是 可以读取 httpd SystemContent 这样子一个类型的目标档案 所以 只要 你要由httpd 去 抓取这个资料开 开启或者读写的话 好那你 必须要让这个档案呢 具有这样的一个类型 好这是针对档案的部分 好所以当你的网页是放在 VR底下的 www 底下的html这个目录底下 那里面的档案呢 必须要能够被什么 Httpd可以 读取 所以他的这个 Secure Linux呢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一个类型呢 假设你登录系统之后你切换到 VR底下的www 底下的html 好那里看到有这些档案对不对 好那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档案无法开启 就是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这个 明明档案就在可是他要告诉你说没有权限或者是 资源不存在 那就是因为Secure Linux的关系 那怎么样去看Secure Linux目前针对档案的设定 你可以下ls 然后呢 -l 然后-z 大写的z 那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内容 像这个 这边权限呢已经是给 httpd system content t 代表他这个是可以被 这个httpd APA7可以去读取的 这个也是 那这个呢 部分也是 只是中间多了一个rw代表什么 他不只是读而且他可以写 所以他可以针对这个目录 针对这个目录做什么 不仅仅是 这个读取还可以 还可以写入 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Wordpress 解开之后 那你把这个目录呢设定成是rw 那你在 设定的过程和安装Wordpress的过程因为他有要写 写入一些 档案或者是 产生一些 辅助档的话他才可以 在 这个作业系统里面 顺利的去存取他 OK好所以这就是Secure Linux的部分 好那我们刚刚来 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http去 去执行他的 像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一个可执行的档案 他呢具有httpd execute t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 usr底下的spin 底下 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 一大堆对不对 好那我们针对 http 好来看看 各位可以看到httpd 他的这个 执行是这个 所以他httpd execute 的type 的type 是针对这个档 这是一个可执行档 OK好所以这就是 Secure Linux的 这个 样子啦 大家怎么去管控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 示意图 使用者呢针对这个 城市呢 run起来之后 因为他的权限 是属于htt execute t 好那他去呼叫一个 这个 执行的这个httpd Domain把他run起来之后 他要去存取要去读写的都必须要 满足他的这个安全本轮的 内容呢被设定成 httpd syscontent t 这样子 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目录 里面的档案都要满足这样子 那网页开起来才会OK 所以呢假设你在自己的家目录你 这个 建立了一个档案 然后你把它复制到 这个 你的 VAR底下的 这个www底下的html你把它复制过来 那你会发现 网页如果开不起来 那通常都是安全本文的部分 没有设定 因为呢你在你自己的家目录底下所建立的档案 他的拥有权限跟安全本文的对应呢会是对应到 你个人的账号 你个人的这个角色不是账号 对应到你的这个角色 可是当你把这个角色 你这个档案移到 这个 HTML的这个目录底下的时候 他的角色并没有改变 他一样被复制过来所以 他是没有办法被 HTTPD去把它读取的 好 那 在 Secureness里面 他有几个状态 一个就是 强制模式 那一个是这个 宽容模式 那另外一个是把它关闭 那强制模式的话 就是他会套用安全本文 然后呢 去严格限制 Romain跟Type之间的关系 所以一旦不满足他就没办法去执行显示 就会有出错 好 可是呢 这样子 往往呢会出现一些问题 他的问题并不是系统受到危害 而是说 有一些 本来你认为会正常显示的却没办法显示 那在 安装一些软体或系统的时候呢会 有一些 这个问题 要去 处理他 好 那有一个比较 这个 方便的模式呢是去把它做这个 宽容模式 所以把它设定成Permissive的部分 好那把它设定成Permissive他会 有一些警告讯息但是他不会阻止你去执行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呃 折中的一个做法 那Disable呢是把这个SecureNinus 禁止就是 不使用SecureNinus的这个安全本文的设定 但是我比较不建议啦 因为 Sandos之所以 被人家说他是在 这个 企业上使用而且他是免费的这个作业系统底下 我的伺服器底下他是比较稳定的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SecureNinus 他的确有一些安全上的这个 帮助让你的这个 资源使用呢更精准 所以我不建议各位把它 Disable掉 好那这边是SecureNinus的这个运作范例啦 那 启动httpd你就是System Control 然后呢 starthttpd.service Service嘛 好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执行数 这个PS代表process的这个structure 底下的这个tree 然后你去看他 去 找到 执行的这个 网页呢 执行的这个httpd的这个结构 在作业系统里面执行序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档 好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指令 sudo ps3 然后我们要针对grip httpd 好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httpd底下 有这个 80号port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这样子 好所以这是 他的这个树状结构 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看全部的资讯 一些辅助资讯都进来的话 这个减大z代表是我要看他的安全本轮的部分 SecureNinus的设定 AUX 然后呢 griphttpd 这个要减大z 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当httpd就是我们的apache run起来之后 他的安全本轮呢是httpd 然后底线T这样子 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要网页上 的相关问题 然后run起来之后 在你的 设定上面你觉得全线我已经给了 然后 甚至我都已经把它开到777了还是不行的话 好那建议各位来看一下你的安全本轮 就是SecureNinus的设定 针对你的档案是不是呢有设定对 如果这个部分呢不是httpd 是你使用者的这个权限的话 那代表什么 httpd并没办法去读取这样的页面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对 这个档案呢去修改他让他可以 被httpd给读或写 好所以这是去观察目前在城市里面 在作业系统里面执行的这个 httpd服务的一个情况 好那如果不对称的话会怎么样 这边一个例子 假设呢 我去建立一个档案 那 假设我echo一个档案 我现在是root 然后在root的加目录底下 root的加目录底下我 随便echo的一个资料放到index.html档案里面去 像这边 我随便echo一些资料到这个档案里面去然后呢我是在root的加目录 接下来呢我把它搬 把它搬离 把它搬离到哪里去 我把这个 档案呢搬离到 这个vr底下 triplewhtml 好把它搬过去之后呢 假设你原本在 triplewhtml 底下本来就有个index.html 记得要先把它删掉 然后你把它搬过去之后呢 那 这个 你去显示他 显示他的这个 安全本轮 ls-z 好那你ls-z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这个安全设定 刚刚移过来的这个 index呢是什么 admin 底线home 这是在他的 这个加目录的时候我刚刚echo出来的 安全本文会是长这样子 因为他会去侦测你现在所在的目录跟 使用者登录的这个权限 给予适当的这个安全本 可是当你把这个档移动到这个哪里 vr底下的triplewhtml 你从root的加目录移动到这边的时候 他的安全本轮并没有改变 他的安全本轮并没有改变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安全本轮是admin底线 home 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去开网页的话他会告诉你forbidden 然后他告诉你说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这个档 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你开了没有 没有用 因为你这个权限是不对的所以你没有被授权 不能使用 所以你就怎么做呢 你就把它改成什么 把他的安全本轮改成是 httpd 底线system sys 底线content-t 底线t 那这样的做法呢就会符合什么 httpd可以去存取的 这个安全本轮 所以网页就可以开得起来 这是一个示范所以 你如果说网页开不起来或者是这个 开网页的时候得到一些问题的话 也许你看一下这个 secureness的设定 你可以看得出是不是 还是哪里没有设定好 那怎么样去从事 secureness的这个安全本轮呢 就如同刚刚各位看到的 我把 在 root的加募录底下所建立的档案移过来之后 那我是不是也要修正一下 那怎么修正呢 我各位用这个ch con 这个ch 各位应该不陌生就是change 改变 好那con呢代表context context 就是内文的部分 本文的部分 然后去改他 减大r呢是代表recursive 如果是你目录底下所有的档案 都跟着动那就要加大r 好那小t的话代表说这个 接的是安全本文的type 比如说你要把它改成 httpd底线 syscontent 底线t这样 好那 看一下他的这个 识别 system 底线u 好那这个 -r的话代表后面接system 底线r 这是他的一个 范例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 测试 好那我们先 切换成root 好那我切换到加募录 然后echo 一堆 好 然后我到index.html 2.html 好那var底下的 wwwhtml 好那我这边有一个index 对不对 好那我现在 mv 把我家目录底下的 我把我家目录底下的 index2 这个档呢 搬移到这边来 好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index是原本就有的 所以你看他是http content 对 减梯 然后这个是什么admin home 这是我们刚刚index2是在 root的家目录所建的所以你搬过来之后他安全版还是这样子 好那如果是网页的形式我们去看一下 好 这是index对不对 好那我们 index2 还是可以看 还是可以看为什么 照道理讲他应该不能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呢之前我们在安装modal的时候 安装 安装 Wordpress的时候 因为安全本文 因为secureness的问题 所以这个安装 plugin跟这个 语言设定的会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把它改成 宽容模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节锡 Secureness vim config 好那我假设呢我把它改成什么 我把它改成这个 强制模式的话 我们等一下从开机之后把它进入 这个强制模式我们再来看看刚刚的index2能不能 顺利显示 好那他从开机的过程我们继续讲一下我们的投影片 好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安全本文设定不对的话 他就会做什么 他就没办法显示 那当然你把它开启成这个 宽容模式的话他只会 留一些错误讯息提醒你 好那你要去做修正 那他但是他不会阻止你去执行他 好所以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那怎么样去把 这个 admin home 底线T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变成是 httb d底线 content 你就用 超级使用者的权限 然后呢 ch con-t 然后呢 httbd 底线 底线 content-t OK 好那就是针对谁 这个档 这个t呢是代表type 然后呢这是你要把它设定成什么type 然后针对谁 这样子去设定 然后设定完之后呢 你减大z呢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内容 这边的部分就被改了 改了之后的网页就可以显示了 应该开好了 来我们重新再 整理一下 有没有他要出现了forbidden 对不对 forbidden 好那forbidden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切换成root 好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这个index2 index2呢它是 安全本文的部分是admin home -t 所以呢它出现就是forbidden 那另外一个index的部分它是 httpd 底线 syscontent -t 那它 就可以顺利显示 来看一下 有没有 它就可以顺利显示 所以这两者的差异只在于说 它的安全本文 你看它在同一个目录 全线也是一样 Rw 这个read,write,execute 都一样 差别只有在这里 那在显示上就会有差 好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指令 我要把它 ch content 对不对 然后呢 -t 是要把它改变形式 然后变成 ht t tpd 底线 sys 底线 content 底线T 然后针对谁呢 针对线形目录底下的index 2 对不对 Dazi 有没有我把它改成跟index一样 各位看到吗 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那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去重新整理它 我们把它变成2好 是不是index2 显示出来的样子就对了 他就可以开了 所以 这就是securelinux的差别 所以呢这个 如果说你有开启 securelinux是inforce 就是强制执行的话 强制模式的话 那他的这个安全的程度呢 要求就会更高那你的设定就要 必须要更 完善 好那 这个就是安全本轮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